早安 您好 欢迎您收看11月20号的早安新唐人 我是李怡君 先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开始东北季风减弱 那么北部云量比较多 不过是有机会见到阳光的 北海岸和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 那么在中南部天气是比较稳定的 不过山区会有零星的降雨机会 各地要留意早晚还是会比较凉 中南部的日夜温差也比较大 所以大家在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多加进衣服保暖 我们带您一起来看到国际媒体的重要讯息 首先来看到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欧巴马移民政策排除医疗优惠 继续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 伊斯兰国斩首引带发现第二名法国圣战士 再来看到大纪元时报纽约大都会版的报道 九平十周年引发时代巨变 三退人数逐年增加 十年接近两亿 继续看到大纪元时报台湾版报道 积改十平退出校园141位候选人连数响应 再来看到的是日本朝日新闻报道 众院解散之前法案相继通过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在明天解散众议院 从19号开始很多的法案开始在国会陆续通过 包括了为了要减缓地方人口减少的地方再生法 早安新唐人首先带您来关心 今天凌晨一连有三起地震 分别是在凌晨1点46分 1点55分和6点37分 镇央都集中在宜兰东部外海 规模是介于4点3到4点8 虽然这个规模不算大 但是局部地区摇晃的程度是相当明显 尤其是在北台湾是特别有感的 凌晨1点46分的这起地震 台北市的新医区震度达到三级 台北市新北市也有两级 好 再来带您关心 受到强烈北极寒流的影响 今年延东提前清洗美国 全美有50个州都出现了摄氏零度以下的低温 纽约州水牛城更是出现了当地民众 有季以来最严重的暴风雪 部分区域24小时之内降雪就厚达了193公分 打破了全美的降雪记录 专家认为美国东北部的五大湖案 所造成的大湖效应 是导致血栽加剧的原因 从上个礼拜六以来 全美已经有19个人因为寒冬丧生 九合一选赚进入倒数在台北市长选情的部分 五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柯文哲 被平面媒体报导说和民进党有签约 对手连胜文也提出质疑 对此柯文哲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在昨天都做出了澄清汉回应 戴上桃红色资金 五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柯文哲 出行女性后援会记者会 但现场媒体关心的还是 柯文哲究竟有没有跟民进党签约 是没有签什么契约 我当然当场有口头协议 我记得当时是有三个协议的 但是不是不是写一二三 然后签约盖章是没有 第三项就是如果当选后要去 他们那个民进党的县市长的议会 他说我要去参加 现在来讲可能这个 因为他们比较得意一点 所以大概开始在分官还是怎么样 所以大概开始这方面的密约 可能就跑出来了 那我还是想要问他们 就是说到底有什么利益的交换 面对质疑柯文哲说 他参与民进党整合初选后 口头承诺 当选后会参加民进党 县市长联谊会外 帮忙辅选民进党市议员 而民进党则不会干涉他的人事权 对此上午人在桃园辅选的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也说 我们跟这个柯P之间的协议 其实是一个很清楚的协议 那我们双方在认知上 也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所以没有市政请要先跟柯文哲议讨论 绝对没有 蔡英文澄清 绝对不会介入柯文哲市政 并质疑平面媒体的报道不精确 选战进入倒数十天 各阵营都小心回应步步为营 新讨论咬在电视 吴天长陈静娇 胡舒霞姚汉宇 台北桃园采访报道 选战也锁定财经议题 我们带您来看到中韩签订FTA 马政府担心竞争流失 希望两岸服贸协议也应该要赶快过关 并且指控民进党是杯葛经济的最大元凶 不过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昨天回应说 现在是国民党执政 希望马总统清楚是人民不相信政府 外在的政治因素已经使我们很困难了 我们内部还要内斗吗 我们请求反对党 你还忍心这样斗下去吗 你还希望台湾继续落后吗 措辞强烈批评民进党杯葛服贸协议 国民党中常会请来经济部长 报告中韩FTA冲击 马总统催促服贸 尽速生效 还拿出经济部印制的宣传品 大谈ECFA好处 马英九应该要认知到 他是一个第七年的总统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 台湾的社会对他处理FTA的问题 是有担心的地方 也就是他的黑箱作业 他不跟人民沟通 那么甚而至于 他的谈判代表都出问题 大家会感觉到说 或许我们在没有受益之前就先受害了 反批马总统谢泽 却不晓得人民不信任政府才是根源 蔡英文将辅选重心 已往桃园 布局中南部 国民党将FTA延宕 主因对准民进党 只能说选举将至 所有议题都被卷入选举 新唐人演的电视台北桃园综合报导 中韩签订FTA究竟对台湾有多大的冲击 除了是选战的讨论焦点 话题也在中小企业发酵 政府评估说台湾每年会损失75亿元税收 不过有业者持不同看法 充电区域里面将移动 而且它距离上面可以到5公分没有问题 穿戴装置或智慧型手机往桌上一放就能充电 研发团队来自台湾短短两年就和国际大厂同台发表 背后推手就是中小企业助推动的育成加速器计划 提供台湾中小企业与国际接会增加每个机会 今年总共有400多家的厂商分布在4个加速器里面来辅导 国外的订单有超过10亿 在国内订单也有13亿 同时我们帮助他们在企业政策里面 最重要的投资质的部分也突破了27亿 这个活动的用意就是让创意跟资金怎么去结合起来 中小企业创业创新 这个是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 根据2014年中小企业白皮书资料显示 2013年台湾中小企业共133万1182家 占全体企业加速约98% 销售值超过11兆 占全部企业的三成 经济效益逐年成长 是因为台湾拥有后时的IT产业基础 以及充沛的创新能力 尽管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上路 政府评估台湾每年将损失75亿元税收 业者却有不同看法 个人看法是还好 因为主要你还思考逻辑不能再着重 不是还是拘泥在原来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想法都是帮忙代工 大产代工 那注重代工基本上都是低毛利的 那低毛利的部分跟大陆啊 或是其他的那个一些寻求低价的厂商 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化 所以最重要是要寻求差异化 危机你也是从中间看转机 转机中边其实一定有危机 这因为我们就是正向面对它就是了 积极面对挑战台湾中小企业勇于创新研发 搭上政府育成加速器计划 短短六个多月不仅成绩亮丽 也看见台湾中小企业的发展潜力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建伦理金金 台湾特别报导 带领用100秒浏览重要的财经讯息 新评计构会议18号表示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推迟18个月上调消费税 对于主权信用评级来说是一重大事件 会议目前给日本占星评级为A+,展望为负面 中国10月份70大中城市的新屋均价 连续6个月下跌 虽然跌幅稍微放缓 但很多外媒都指出 中国正面临债务危机 国际清算银行公布最新 实质有效汇率指数统计 新台并有效汇率指数连续16个月低于韩元 有助台湾出口价格竞争力 业界传出 苹果新机种渴望明年底或后年初采药推出 台湾店明年7月量产16奈米非应该的制程 而时程足以符合苹果需求 估计渴望取得苹果A9处理器 至少一半的代工订单 新台电视整理报道 昨天凌晨有香港民众试图闯进香港立法会大楼 防暴警察再度寄出胡椒喷雾和警棍 学联和学民思潮都质疑这些民众的冲突动机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休息一下 早一新唐人我们马上回来 真正的笑容等待你来拥抱 我们有热情的生命力 惊喜的美食画舞的四季 台湾处处感动你 这是蝴蝶飞翔的美丽岛屿 亚洲之星在这里 感受属于你的跳动 台湾之星也逆行 台湾 Mormosa The heart of Asia The time for Taiwan is now 我喜欢你干净收爽 我喜欢你除臭抗菌 我喜欢你舒适透氧 Unitop 组好除臭袜 使用黑金钻除碳纤维 给您前所未有的干爽感受 黄霉抗菌持久弹性 海水透气冬暖夏凉 除臭率百分百 坚持最好 环保健康 现在就上网搜寻 Unitop 组好 最欢乐的时光 最顶级的享受 满足长中青少佑 不同族群需求 亚洲最大海洋航行者号 房家购物大道精品伶俐 赤资百亿元打造 超过52项休闲活动 预定6月26 7月1日 7月4日 您一生中最极致的游轮之旅 山富旅游024493535 想拥有精心 健康 环保 又美好的生活吗 摧取自远古生物化石 潮细微构造的硅藻土 可吸收 调节湿气 是绝佳的室内壁材 日本最新科技 专家指定使用 房潮 房屋 除臭 抗火 节能又环保 健康住宅的专家 风雨国际 归早起居生活 大法 它是一个高德大法 不仅是我们的身体式的进化 我们的道德 灵魂都得到提升 法轮功非常的正 这是我第一个印象 它主要是 要我们做一个 是先他 后我 无时无我 这样一个完全为别人的人 所以我觉得生命中突然有希望 那真正的好处带来的 没法一个原则是人的 大法 啊 多次无你 舞维科技集团 追求机制 好 令航全球 欢迎回来香港雨伞运动第54天 昨天凌晨 有民众试图闯进香港立法会大楼 防暴警察再度祭出了胡椒喷雾和警棍 并且逮捕了四人 学联和学民思潮 昨天都指引这些民众的冲突动机 呼吁大家要监制和平非暴力的留守抗争 星期三凌晨一时 有数十名戴上口罩的示威者 以阻止一条根本没排上一层的草案为借口 带头以铁马冲进立法会大楼 撞击玻璃门 多个玻璃门被打破 数分钟后 一批手持警棍 盾牌的警员到场驱赶示威者 一度释放胡椒喷雾 警方与示威者对峙 并多次发出警告 之后再有一批 有防暴装备的警员增援 示威者多次与警方发生冲突 警方警告释放胡椒喷雾 即出示红旗警告 冲突事件直到早上午时许才平息 学联和学民思潮都表示 不理解发起行动的目的事先并不执行 并批评冲击人士 误导占领人士 黄志峰指引警方美国 没有阻止示威者作法不寻常 反民主派议员强烈谴责责暴力行为 这些行为与雨傘运动一直强调 以和平非暴力的精神 争取真普选的原则背道而辞 对雨傘运动产生负面的影响 我们感到非常心痛 我们呼吁所有争取真普选的香港人 勿忘初冲 希望社会知道 它不是我们这个占领雨傘运动的 我们大家认同的一部分 无论对一个怎么还强的政权 我们都是坚守这条线 所以有些人作出这个行为 我们一定要和他们划清界线 前中务司司长陈芳安生 和战中三子都发声明 强烈谴责有示威者 冲击立法会大楼的行为 用为这给港府进行暴力清场借口 新航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接下来用一分钟 弹音快速浏览中国重要讯息 北京iPad结束蓝天不在 大陆中央气象台 19日发布雾霾黄色预警 华北七选市中有中度霾 其中北京等地有中度霾 北京上午空气品质已达中度污染 中国大陆山东烟台新机场联络道路上 19号发生一起大货车与小型面包车相撞事故 造成12死三伤 这台面包车是接送幼儿园小车 更换车型警线赛客5人 疑似严重违规超载 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落马后 其曾主政的四川政局人鱼正不断 日前四川政法委书记刘玉顺 两次召开会议制定多个方案 宣称要消除周永康的消极影响 中国19号举办第一届 所谓世界互联网大会 主办方是中共官方部门 国信办和浙江省政府 不过外媒议论的是 中共何时解除网管措施 新航亚太电视总理报道 伊波拉病毒夺走了超过5000条人命 西非三国 狮子山 赖比瑞亚以及几内亚 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欧盟在上礼拜派出了专员前往疫区之后 日前发布了最新的观察 我们的记者来自布鲁塞尔的报道 雅游病毒夺伤和避免 自治愾检专业 从上认询到优δ业 诺经历 他们参加了三国 受到育畔业 受到育畔的夺族 说内容 他们需要多筹复职员 和 si Memo一樣 受到育畔业 协机b用于避免 这次在现场的亲身体验 令这位欧盟埃博拉疫情的协调人很震惊 也看到疫情的影响和当地的迫切需要 更多人要联系联系及到区别人 女性和母女 女性是最主要的治疗者 为了孩子被奥巴拉 每个奥巴拉的墓 有几乎一个孩子失去父亲 不同的国家都在采取不同的方式 在帮助受影响的地区 尤其是美国在利比利亚 英国在塞拉利昂的援救工作 对于疫情的扩散 尤其对欧洲的威胁 他表示已经与这三个国家的政府进行了讨论 新唐人记者李迪亚布鲁塞尔报道 全球影迷期待的饥饿游戏 卖座系列电影的最新一集 已经在美国洛杉矶举行首映 影片当中女主角 凯尼斯带领群众面对独裁暴政 格外受到关注 预售票开卖第一天 就已经刷新全美的预售记录 凯尼斯被反抗军从竞技场救走 但皮塔和乔安娜被政府抓走当俘虏 面对被摧毁的家乡 他要如何带领人民展开革命 男主角皮塔也谈及凯尼斯这个很不一般的角色 另一男主角盖尔也变得更勇敢 他从政府血腥镇压中逃出了十二区 并救走许多居民 金球将影后朱利安摩尔新加入 成为反抗军领袖柯英 凯尼斯被带到传说中已成废墟的第十三区 在反抗军领袖和战友支持下 成为革命的象征 对抗专制又腐败的都城 同时也心系皮塔安威 亲力筹划营救行动 但随着战争越演越烈 凯尼斯却渐渐发现 政府精心策划的阴谋 他到底该相信谁 才能保护所爱的人 《饥饿游戏3 嘲笑鸟上席》 将于11月21日在北美上映 新唐人记者我是香兰 好莱坞报道 柯文哲和连胜文的最新竞选 CF广告都锁定青年族群 因为在这次的大选当中 有超过520万的青年人口 因此青年人的选票 将可能是左右选情的关键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休息一下 早安新唐人 我们马上回来 常见的口腔疾病 主要是口腔卫生没做好 根据科技研究发现 椰壳的活性碳 具有强大的吸附分解能力 能减少牙菌斑滋生 搭配焊药配方 缓解您口腔问题 本产品通过SGS重金属 及三绿砂检验 是天然活性碳 碳方结芽粉的品质保证 椰壳活性碳 让您效忠在先 消防员们仍在绚丽地灭火 所有的灾民都被转移到了一个新的地点 For a special umbrella march to encourage them to go on Russian soldiers cross the territory of Ukraine Go of India's sanitation places 好莱坞的明星们参与了一场 智军中午抵达台湾 天会星期天抵达东京 目前香港全民抗争执 已经遍遍开花 我求全民抗争执 没有任何选择 我们准备的事件 是一 新唐人亚太电视 Facebook专页 粉丝募集中 精彩节目 及时讯息都在这里 欢迎大家一起来按赞 把你喜欢的新唐人 介绍给您的好朋友哦 欢迎回到早安新唐人 依旧带你来关心选战的消息 这一次的大选当中 受到高度关注的族群 就是超过520万的青年人口 6年前媒体民调显示 有4成6的年轻人没有投票 不过在太阳花学运之后 台湾的年轻人对政治不再冷感 这也让柯文哲和连胜文的 最新竞选CF广告 都主张要和青年站在一起 年轻人一块尬舞 连胜文最新广告 打青年牌 两分半右唱右跳 讲的是跳街舞 只问专业不问权贵 期待选民客观了解政见 不过FB分享的负评居多 网友看得一头雾水 甚至有插画家 哭手根本平行世界 他们越是放送他们文宣 其实越是曝露他们 跟年轻世代的距离 跟不了解 他虽然包装是以年轻人为包装 但年轻人在里面只是一个点缀 只是一个任何可以被替换的人形看板而已 他里面没有任何实质 贴近我们生活内容 没有实质对于青年政策探讨 从一直玩到街舞MV 太阳花学生批评 连胜文文宣战反效果 徒有年轻表皮 却触及不到青年真实面貌 另一边的柯正寅 则是反向操作 黑白影片搭上旁白 缓缓倒出青年世代焦虑 要父母为下一代投票 不但用感动催出中年票 还通吃青年族群的感同身受 我们的长辈们都很关心说 候选人能不能给 他们的下一代一个好的环境 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 也会感觉得到 就是候选人如果有在 真的为我们的状况着想的话 也是真的会感觉得到 这场运动其实改变了很多东西 他让很多家长开始觉得说 其实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 的确他打出这样的策略 我认为是有效的 但这个也跟年轻人买不起房子 或是低薪有很大的关联 但在这样的状况下 我觉得年轻人想要看到的是改变 举自己妈妈态度转变为例 赖品语认为 太阳花后许多爸妈改变传统 家父长式观念 懂得尊重孩子自主想法 更重要的是 青年相信改变的可能性 并投身改变 候选人打青年牌 比文轩 比政见 都不如真正为太阳花 觉醒世代 改变一个公益未来 新唐亚太电视成为 有张轩 台湾台北怎么到 接着来看到 今天11月20号 星期四 有哪些重要的活动 上午群创首次开放 8.5代场参观 下午前 国道收费员 要在国民党中央党部 绝食抗议 体育消息 台湾史上最年轻 登板大联盟的球员 王维忠 返台记者会 以及台北市欢庆U-Bag 突破3000万 使用人次记者会 接着带你来看到 11月20号的天气预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会 节目标明天气预报 大与当工作人員 数据 证明天气预报 室运 进行资料 基督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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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